- 韓國人打假漢江 - 韓國人打假漢江 - 韓國人這幾天啊 - 對於這個三倍軍非常的不爽 - 但是非常的不爽 - 除了這個荒謬自己的政策以外 - 我最不爽的就是啊 - 我們在評論三倍軍 - 或者是民眾對於三倍軍有任何的疑問 - 你就會在下方看到一堆英粉 - 或者是這些網軍拼命的說 - 你不想要 你再罵 你不要領啊 - 什麼時候台灣變成這樣了 - 奇怪 各位獨裁哦 - 哇 人民監督自己的納稅錢的三倍券 - 請問一下三倍券是不是人民納稅錢花的 - 是吧 - 對不對 是每一個台灣人民的納稅錢 - 所拼湊出來了花了好幾百億 - 對不對 我有講錯嗎 - 那請問一下蔡同學他們拿了人民納稅錢 - 搞了一個真麻煩的一個三倍券 - 搞了一個大家都搞不清楚搞不懂 - 為什麼你還要花一千塊的三倍券 - 大家提出質疑為什麼不行 - 提出質疑然後一堆人就罵說你不要領 - 你看連憲哥都表達意見 - 憲哥就說吳宗憲去領三倍券 - 搞得太麻煩 - 點出為領留相要督促 - 其實大家都是一片怎麼樣 - 都監督自己的執政者而已啊 - 有什麼錯嗎 - 以前民進黨是怎麼樣監督國民黨的 - 所以現在民進黨上來大家都不能監督喔 - 哇!你們什麼時候變成這麼誇張啊 - 各位朋友 - 憲哥這個新聞一出 - 你看下面的留言 - 誇張自己 - 那下面就說什麼干你屁事 - 他又不缺錢 - 又跟你有關喔 - 台灣最不缺的就是出一張嘴的人 - 那請問一下民進黨過去是怎麼樣罵馬英九的 - 馬英九每每推出一個政策 - 當時ECFA他們是怎麼罵糖衣毒藥 - 結果現在又巴著藥 - 哇靠奇怪 - 你們這一群年輕人 - 人家對這件事情 - 對公共事務 - 對人民納稅前的東西 - 提出疑問提出質疑 - 哇你們馬上就去怎麼樣霸凌他 - 馬上就去批評他 - 連憲哥提出他的意見看嘛 - 也不行 - 哇現在是怎麼樣的社會啊 - 不能講實話喔 - 我們都覺得三倍就荒妙至極嘛 - 為什麼你還要人民先掏出一千 - 請問一下告訴我這個邏輯 - 我當時聽民進黨的高嘉宇啊 - 上這個政論節目當時說什麼 - 說這個是經濟學家去算出來的 - 所以要花一千塊 - 然後再換到這個三倍券 - 我完全聽不懂各位朋友 - 以前馬英九時代 - 三千六百塊的消費券 - 簡簡單單的 - 大家當時就說 - 哇我還記得我也有去領 - 大家一起排隊 - 哇這樣然後領到了 - 馬上去有各個什麼旅行社的優惠啊 - 或者是有各種家電的優惠啊 - 可能三千六馬上變五千的優惠啊 - 其實當然跟最近這個三倍券 - 都有差不多也很像 - 也很多人推出說 - 這三倍券哪讓你變五倍啊 - 變什麼幾倍我不管 - 這個就是業者的一個促銷嘛 - 坦白說 - 當時像韓國人家裡啊 - 因為有馬英九這三千六百塊消費券啊 - 我們是開福士店 - 欸真的是救了我們耶 - 我爸爸都說 - 當時還好有這個三千六 - 救了大家 - 但是各位 - 此時此刻世界的狀況是跟之前 - 這個馬英九那時代比起來 - 有得比嘛各位 - 當時馬英九時代是這個所謂的金融海嘯 - 當然也很慘啊 - 大家也是非常多企業倒閉嘛 - 我也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嘛 - 現在的情況是全球的疫情 - 而且重點來了 - 美國今天又突破六萬例啊 - 各位朋友 - 然後世界各國也沒辦法 - 馬上怎麼樣 - 開放 - 讓台灣這樣子有觀光客來台灣觀光 - 我們非常多旅遊業 - 就像我們這幾天去西門町 - 韓國人觀察到一個狀況 - 也就是西門町很多店家 - 都開到非常的晚 - 為什麼開到非常的晚 - 也就是他們已經把開門的時間往後延了 - 跟以前差很多啊 - 以前可能大概11、2點 - 你就沒什麼店家了 - 就大概剩那種 - 有時候西門町晚上都會有這種路邊攤啊 - 賣一堆吃的啊 - 或者是那種紙箱賣衣服的啊 - 在那賣啊 - 但是現在連賣衣服的都有 - 開到怎麼樣 - 店家喔 - 上次11、2點區都還有喔 - 還有這種手機店的 - 手機配件店的都還有喔 - 還有吃的 - 那種店家的都還有喔 - 所以就代表什麼 - 代表大家現在 - 只能怎麼樣把時間往後延 - 看看有沒有人出來吃宵夜 - 尤其在本地台灣人的這個市場裡面 - 看看可不可以再賺一些 - 所以你們要知道 - 現在台灣的環境 - 非常的困難的情況之下 - 你這個蔡同學們推出是三倍券 - 我就覺得荒謬至極了 - 在這種新冠全球疫情封閉之下 - 那麼多怎麼樣旅行社倒閉 - 飯店 - 我相信各位最近看新聞 - 已經看到台灣非常多飯店倒閉了 - 然後又加上怎麼樣 - 我們沒有像大陸14億內銷市場 - 然後我們又在那仇視對岸 - 台灣現在唯一活路是怎麼樣 - 各位朋友 - 應該是要跟對岸合作啊 - 應該是兩岸三地趕快開放 - 讓經濟活絡趕快跟對岸談 - 結果我們不要 - 我們整天開放那些什麼歐美 - 是回來你們有一堆整天境外確診 - 所以你們知道嗎 - 我們的當局完全沒有在考慮人民 - 這個讓韓國人不爽 - 結果我們一罵 - 我們一提出對三倍券質疑 - 就叫我們不要領 - 韓粉都愛罵不要領 - 一提出質疑的就是韓粉 - 不要去領齁 - 你們不要去領齁 - 你們愛罵就不要領 - 我真的覺得這什麼奇怪的社會啊 - 而且各位 - 當時馬英九這樣發放 - 大家都覺得簡單多了 - 雖然有些人說 - 當時要排隊之類 - 但是很簡單啊 - 不像現在你還要去便利商店 - 韓國人有一次半夜凌晨 - 真的 我那時候我不知道 - 我不知道三倍券 - 還有這個 - 在便利商店 - 還有兌換的這個時間 - 我當時不知道 - 我就半夜凌晨 - 我就說 - 我要領三倍券 - 結果他就說 - 你這個時間沒辦法領 - 要早上 - 我記得10點 - 到幾點 - 我忘記了 - 我再PO在下面 - 我就想 - 哇靠 - 還有時間限制啊 - 哇 - 各位 - 真的是荒謬自己啊 - 各位朋友 - 而且各位 - 最荒謬的是 - 馬英九當時的消費券是2009年 - 請問一下 - 經過了11年了 - 那李當當時 - 我們第一次這樣發放消費券的這種 - 不好的地方 - 不足的地方 - 應該2020都已經補到最足了 - 而且我們現在數位化也這麼好了 - 結果有嗎 - 各位朋友 - 完全沒有啊 - 完全讓大家覺得莫名其妙啊 - 除了一開始一提出說 - 啊你要Coupon券嘛 - 我最吵是 - 這個 - 蘇貞昌提出Coupon券嘛 - 當時一堆人就在罵 - 哇靠 - 哭碰券是什麼 - 各位 - 這個真的是土匪政權啊 - 送給國外口罩都隨便送 - 美國也是隨便送他們幾百萬個口罩 - 韓國人都算給大家看了 - 全部這樣送送口罩 - 哇 - 全世界這樣送 - 台灣Can't count - 都幾億出去了 - 而且今天最可惡的就是啊 - 非常多弱勢的家庭 - 或者是現在因為 - 被新冠被影響的 - 可能已經倒閉的飯店的這些員工啊 - 他們可能要照顧家人也好 - 他們經濟就已經夠緊了 - 你還要叫人家先拿出一千 - 然後逼迫使人家換到這三千 - 很多人都說啊這個一千很少啊 - 這個都是網軍跟英粉 - 請問一下你們有去思考這些人的處境嗎 - 為什麼不能就像馬英九一樣 - 簡簡單單三千六發給大家 - 大家都一樣要去花啊 - 難道不是啊 - 有人會拿到三千六好啦 - 可能真的忘記花 - 所以讓我不爽就怎麼樣 - 當時啊 - 你看維基百科上面都有記錄啊 - 這個馬英九當時的消費券 - 然後這維基百科就有個評論 - 就寫對於這個消費券的負面看法 - 這個民主進步黨提出啊 - 這個583億的這個退稅啊 - 計平的方案啊 - 即透過現金退稅與現金的補貼雙軌方式 - 來刺激消費與造物弱勢 - 對於消費券制度啊 - 批評啊 - 就是馬英九他們啊 - 決策遲緩 - 缺乏計劃性 - 消費券的發放 - 益錯擾民 - 而且不如現金有效 各位 - 這是當時這個民進黨說的啊 - 那請問一下 - 現在的民進黨是怎麼樣 - 請問一下整天罵 - 我們這種提出意見看法的 - 不要去領的這些英粉來 - 請你們解釋一下 - 當時民進黨說 - 馬英九發的消費券叫擾民 - 請問一下現在的三倍券是怎樣 - 超級擾民啊各位朋友 - 當時的技術也還沒有完全數位化 - 沒有像現在已經全面 - 都可以用一個I-Bone - 就可以解決很多事情了 - 齁 7的I-Bone - 那請問一下現在到底是怎麼樣 - 現在你還要懷 - 過了十幾年 - 對不對 你民進黨政權都被你拿走啦 - 對不對 你民進黨覺得 - 國民黨做得爛啊 - 結果你現在做得更爛 - 然後還不能批評 - 批評就叫你不要去領 - 而且你看 - 綠媒也在那幫忙 - 在那三風點火 - 國民黨痛批領三倍券 - 排隊耗時 - 增加這個 - 郵局的壓力啊 - 這網校啊 - 嫌麻煩不要領啊 - 你看 - 綠媒完全真的怎麼樣 - 蛤真的搞獨裁啊 - 再也等提出意見也不行 - 歐買咖 - 你看這個綠媒 - 九一印三倍券啊 - 被韓粉嗆啊 - 你看直接用什麼韓粉 - 網用三秒啊 - 打臉啊 - 嘿 - 七月五號的新聞 - 請問一下 - 韓國瑜都已經被罷免掉了 - 還韓粉不韓粉 - 我就覺得這些人很可惡耶 - 意思要幫自己這個執政當局背書 - 對不對 - 這個新聞也很好笑啊 - 這個振興三倍券啊 - 預估啊 - 總經費約505億元 - 各位朋友 - 其中印製啊 - 配送及這個兌付啊 - 等行政成本約9億啊 - 有韓粉在臉書表示啊 - 不懂為什麼政府要花9億 - 去印這個三倍券啊 - 那直接9億直接給我們花不就得了 - 對此網友就計算分析 - 若不發三倍券 - 將9億省下來啊 - 直接給人民的話 - 每個人只能分到39元港 - 你看 - 各位 - 這種網軍就跟這種楊慧如門 - 有什麼差啊 - 什麼叫做 - 我們是提出意見 - 你花這個費用9億 - 那你們之前民進黨不是罵馬英九 - 他們幹嘛要發消費券 - 他們覺得當時覺得現金還比較快啊 - 當時不是都是這樣的看法嗎 - 那請問一下過了11年之後 - 哇 - 腦袋又瞬間換位了是不是 - 啊 - 當時怎麼罵馬英九的 - 現在為什麼不發現金 - 然後這個所謂的網友也很好笑啊 - 說什麼9億去印三倍券 - 若直接分給人民 - 只能一個人分到三倍券 - 三十九 - 欸不對吧 - 如果直接發現金 - 那人民至少拿到三千零三十九啊 - 怎麼會只有三十九塊呢 - 所以你看嘛 - 他們就是用這種方式來騙人嘛 - 對不對 - 喔對 - 喔9億 - 喔9億 - 除以這個2300萬 - 對 - 是39塊 - 喔一個人只能拿到39 - 反而更少 - 因為你沒有 - 算到如果把三倍券 - 用現金的方式給人民的話 - 那不是更快嗎 - 那又被我打臉了 - 那請問一下綠媒會不會說 - 韓國人打臉這些網路英粉呢 - 不會啊 - 而且當時這個菜黃狼民進黨來說 - 發消費券 - 綠批再留子孫 - 那請問一下 - 現在發三倍券咧 - 然後最後啊 - 韓國人馬上給大家看看啊 - 各國啊 - 或者各個地區啊 - 這次怎麼樣幫助他人民啊 - 在這一次新冠肺炎 - 香港啊 - 直接發了3.8萬元啊 - 各位朋友 - 直接發現金 - 我記得就是1萬港幣 - 而且發兩次 - 香港人都告訴我了 - 結果我們現在台灣還要撐香港 - 結果香港過得比我們好 - 哈?! - 笑死人 - 澳門3.7萬元啊 - 澳門超早以前 - 好幾十年前就有國安法了 - 你看 - 現在他們人民都是發現金耶 - 台灣在幹嘛 - 台灣要不要撐澳門 - 蛤? - 所謂有國安法的澳門有很慘嗎 - 沒有啊 - 人家照樣發現金啊 - 美國 - 美國 - 很好笑喔 - 就3.5萬元 - 當時最好笑的是 - 川普還寫他的名字 - 在那個支票上面 - 有些美國人 - 欸 - 很好笑啊 - 然後日本 - 發了2.7萬元 - 你看 - 我們的最愛敬愛的大哥哥 - 都發了2.7萬元 - 然後新加坡1.2萬元 - 然後南韓 - 我們最愛去比較競爭對手 - 人家都發1萬 - 那台灣今天發了所謂的 - 你要花1千 - 換這個3千 - 那實際上你是怎麼樣 - 實際上 - 又要逼你 - 欸各位 - 這很好笑耶 - 你花1千 - 然後換到這3千 - 然後又要逼你花那1千 - 這很老舍啊 - 各位 - 腦袋轉一轉 - 你就懂我意思了 - 所以實際這個蔡同學們 - 給你2千 - 那這個1千是你的啊 - 各位 - 那你還要硬要花 - 因為你換到是這個 - 所謂的振興券 - 所以各位 - 我覺得你倒不如 - 你給2千振興券 - 然後也不用再花1千 - 那不是比較實際嗎 - 那Kimoji就不一樣了 - 真是土匪政權耶 - 所以啊各位啊 - 給一群騙子在治理台灣 - 就是這副德性 - 整天跟人家高喊民主自由 - 結果這不准人家批評 - 騙子結束啊